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冬月 现在咱们来到了远王市场 拿两台新机 咱们先拿一台苹果的14plus14pro这些咱们就好多天都没有拿了 现在的话市场上比较缺货 最近一二十天这个14pro14pro max是一路飞涨 小内存一台涨了一千多 大内存的一台涨了两三千 说到这里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回收的那两台14pro max 如果再放几天一台的话就可以赚一两千了 反倒当时着急出手 却亏了一千多 咱们先把这个机器拿了 等会给大家讲讲详细的经过 现在这个苹果1414plus可能是库存比较足 基本上就没有涨 咱们拿了一台这个14plus128g的一个紫色 现在去盖个帐就可以拿机器了 现在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批发的档口 基本上是没什么人的 土豪们该在首发的时间入手已经入手过了 现在过了两个多月 反倒比官网还贵了一两千 我想现在应该没有几个人会去入手吧 亏钱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就是十月初国庆节那时间 收了两台14pm512g的和一台etb的都是银色的 当时的话应该还一价个三四百 然后我就跟客户说 比官网价两百给他收过来 但是机器刚发到我这边已经跌破官网价了 跌破官网价了肯定就亏钱了嘛 我觉得应该亏个三四百还能承受 这边客户发过来之前已经给他说好价格了 如果来到我手里再去扣人家的钱 这样显得不太合适 心想自己就认栽吧 亏个四五百能处理就行了 但是我拿到市场的话 这边直接就不收了 不收就意味着亏钱也没人要 然后我就破罐子破摔 想着再放一放吧 万一回涨了呢 然后就这样放了差不多一个月 到十一月份都没有回涨 心想这下彻底完完了 双十一又来了 估计又要大降 到时间都不止亏一两千了 十月初我就把它拿来给这个出给档口了 当时的话一台亏了八百 一台亏了五百 两台亏了一千三 这边刚出手 过了七八天 市场就开始反涨 一路飞涨到今天 一台涨了将近两千 如果我能再坚持几天 这两台机器的话 我可以赚好几千块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内存的512G一tb的 很少有人需要 不缺货的时间 你这样再多也没有人要 毕竟能用到这么大内存的也不是一般人 缺货的时间 就属他长得最厉害 实在是搞不懂 包括视频开头 那个美女给我了一台这个13pro512G的 那个也是我收来的 放了他档口已经两个多月了 基本上都没人过问 看来又是要亏钱的节奏 所以说回收有风险 太尴尬了 摆设完了 咱们就去另一个档口拿一台这个三星的ford四 全新的一个绿色 这是一个台版的 目前的话是八千出头 稍晚这个国航的系统 也支持这个双卡双待 不得不说三星这个外观没有多大提升 但是这个颜色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绿色看着也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话家美淘鸡视频的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